同学们最近我忙着做交易 所以昨天没有分享视频 没有外发电 但是其实昨天我在群里临时分享了一下 主力位和支撑位哦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哦 大概北京时间10点左右哦 那么我说主力位就是0.135附近 支撑位是0.125附近哦 这代表着狗狗币会在0.135和0.125附近震荡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实际上排名是按照我分析的情况走的吗 昨天北京时间哦 22点左右在这个位置 当时狗狗币是跌到了0.129附近哦 但是我几乎没说完没多久 在北京时间20点40分左右哦 半小时以后狗狗币就赶到了它的主力位附近哦 0.135附近哦 同学们看是不是这个位置 它就开始回撤对不对 跌到0.128突破了布林带的下轨哦 那么没有走到0.125附近哦 同学们哦 这个其实就说明0.125是个强主力位哦 强支撑位哦 但是呢 从昨天我分享完支撑位以后哦 狗狗币今天继续一直是在这上下的区间震荡 对不对 那么我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 当然肯定是有一定的依据哦 其实按趋势来讲哦 昨天如果狗狗币按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 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出现这条金叉的话 那么狗狗币就会跌到0.125附近 但是它会回弹嘛 只是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比较强的支撑 而且同学们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主力位和支撑位这样画呢 我们先走点哦 支撑位为什么要画在0.125呢 同学们因为狗币是在什么时候上涨的呢 这个位置0.125附近上涨啊 那其实我们比较保守的情况下 应该是把支撑位画到0.126附近哦 但是同学们如果跌破了这个价位 它就会往0.125附近去 哎 这是一种画主力位和支撑位的方法之一哦 那么0.135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是因为这个趋势线不断的下下对不对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哦 它的顶部不断下移哦 从0.142到这个阶段哦 出现了死差这个阶段 是0.138附近继续下趟不停的下趟下趟 它的高位一直下趟 所以呢 它的支撑位和阻力位就变化了哦 那么支撑位肯定是0.125附近是强支撑位对不对 但是跌破它就会下 往下一个阶段去对不对是吧 但是它的阻力位是不断的下趟哦 它的价格一直在走落 所以呢要根据哦 总体的线来画出它的阻力位和支撑位 画线也不能乱画 不是说随便画一条线这样 那你也可以这样画对不对 这样画对不对 其实画线不是这样画 画线有很多的讲究 好 所以呢 如果我有时候忙着交易没有做空做视频的时候 我都会在群里面分享点位给大家 所以同学们哦 我建议哦 还没进群的同学 当我没有空分享点位的时候哦 在做视频分享点位的时候 一般来讲都可以在群里分享一下哦 那么呢 这个0.125的支撑位结束了吗 并没有哦 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四小时的级别线哦 目前狗狗币是向上的通道对不对 好 跟我之前前几期视频说的一样 它是向上但是会回调对不对 同学们你看 即使它继续向上 但是它还会回踩对不对 很有可能哦 布林带再次会到这个位置会打下来哦 因为以前讲过哦 K线是量价关系哦 跟时间空间有关 所以它的支撑位其实会往上调一点点 就是0.126附近哦 但是其实并没有抬高多少 其实今天我也在群里面稍微分享了一下主力位哦 为什么主力会是0.137哦 同学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哦 因为随着这条趋势线被打破哦 它的支撑位就会随时抬高 我们讲讲题外话 同学们 录群的名额是很有限的 以后群里面如果人数太多的话 我会提到门槛 现在录群保群的条件非常简单 订阅我 然后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告诉我你已经订阅了 我会发链接给你就可以录群了 OK 现在是稍微教了一下同学们怎么画主力位和支撑位哦 那么支撑位并不代表它一定会跌到 支撑位的意思是说 这个位置很关键 比如说0.15这位置很关键 到了0.15这条线的话 昨天如果这样跌到这个线哦 有两种可能性就强烈反弹 还有一种就是剧烈下探 支撑位和主力位仅仅代表 这个点很关键哦 并不代表它一定会跌到 但是同学们 支撑位和主力位之前的视频也交过很多了哦 那么支撑位和主力位的作用是什么呢 支撑位和主力位往往是不容易被碰到哦 不怎么容易被触及到哦 这个支撑位主力位其实就是我们做K线 当中经常讲的叫做箱体哦 那么我把主力位和支撑位都告诉大家 它是不是一直在这个箱体附近震荡呢 这就是你做波段的好方法 快达到你的清理价位 也就是或者说快达到主力位 那个这个主力位是你的清理价位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卖掉 那么快到支撑位的时候 你就可以卖入 那么具体这个点位就非常的要准确 那么如果做合约来要更准确 所以在这个主力位支撑位之间来回做波段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学习做波段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 有了这个大的框架哦 那么我们在这个框架上 框架内在进行交易 好 讲了这么多我们继续回顾完了历史 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未来哦 目前 各位朋友们看 狗狗币是在我讲的0.135附近 又开始回撤了 它的布林带今天也是在这个支撑位附近 和主力位附近来回的震荡哦 其实有点趋向于一条直线哦 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往往代表着多空双方的力量非常平衡 即使我不去看多空比 我也知道多空比肯定现在是接近50%左右 可以现场已经翻译出来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是不是 同学们看一下哦 全网各交易所狗狗币的多空比就是 49.8%和50% 基本哦 无论是5分还是15分 基本都是在50%左右 波空双方之间的力量非常平衡哦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直线 那么这就是未平仓合约的作用哦 其实像目前这个阶段哦 昨天最好的草获状是在这个位置哦 我在群里分享点位以后 10点到凌晨4点左右的时间段哦 10点到4点左右的时间段是最好的交易的阶段哦 这个点不许每次要是美国时间哦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一个亚洲的盘面哦 这个时间段交易的成交量很低看到没有哦 我一直说过狗狗币能不能走起来主要看成交量哦 说明亚洲盘对狗狗币的影响力哦 在逐渐缩小 当然以前最大的就是 下面比亚洲最大市场就是中国哦 现在被封禁哦 所以有最大影响力的中国大陆的标语者 没办法翻墙出来玩哦 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哦 往往是在夜间的时候晚上狗狗币的波动就可以增加哦 目前呢 我们看一下MACD的指标很明显 MACD目前出现了死产 但是呢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哦 MACD这个位置一直在缠绕 那这个其实说明多空双方的力量在绝逐哦 绝逐的非常激烈 目前是空头的力量更强大一点 但是呢 只是强大一点点哦 因为它的波动很低啊 目前只波动只在1%左右哦 所以呢 其实根本没有绝处出谁是多头的力量更强大 还是空头的力量更强大 那么在15分钟级别 如果我们已经碰到了布林带的上轨 出现了回撤哦 很可能会往中轨 它的中轨放下去哦 那么如果突破中轨 就会往它布林带的下轨去接触 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也知道 MACD相较于KDJ来讲会更迟缓一点 但是准确率更高哦 目前MACD也出现了 这种有可能死差的情况 但是刚才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KDJ的指标在15分钟级别竟然抬头了 所以现在在这种直线的情况下 比较难以判断出未来的趋势 因为这是15分钟级别 对 同学们你看哦 刚刚说完 它的KDJ指标又向上抬头了 多空双方再绞杀 哦 又上去了 对 这就是实施货极盘面好玩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本来它要在这个位置出现死差 刚才走到了这里 有没有发现 然后现在开始要出现金差了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如果仅仅看这个15分钟级别就不够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小时 四小时一天日线级别 通过这几个指数一起来分析哦 来分享哦 其实看K线哦 简直就是在断按哦 目前来看 因为它在不灵带的上轨哦 其实15分钟级别哦 它还是下跌的概率更大一点 并且呢 KDJ几个指标哦 都接近 快接近超卖去 还没到超卖去哦 因为ACD在零轴的上方哦 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哦 好 这就是15分钟级别 那么同学们 如果你不是炒这种超短线的哦 可以 不用太在乎15分钟级别 那么对于我们这一类 经常炒这种比较超短的线的通告的交易员来说 主要关注15分钟级别 那我们先看4小时 1小时的级别 4小时的级别 日线级别哦 先看1小时 1小时级别 其实同学们 它已经在不灵带上轨 并且KDJ的指标都在它的超卖区哦 那么呢 像这个绿色的柱子 MACD绿色的柱子开始放黄哦 看到没有 这种柱状哦 往往它是呈现这种波烂型的 这种波烂型的形状 那如果出现这种力量 比如说这个柱子已经到了它的顶部 它就会往下走 对不对 那如果不能踢突破零轴哦 就说明它的MACD的力量哦 多头的力量比较薄弱 也会往下趟哦 虽然在这里这个位置出现了金叉哦 但是呢 如果不能突破零轴上方 并且MACD的指标出现死叉的话 就会回调哦 所以目前来讲呢 MACD的指标 和KDJ的指标 还有布林带 都有向下回调的压力哦 那么呢 这个就是在我所说的 0.135附近的主力位哦 和0.125附近的支撑回 来回的震荡哦 那么我们再看4小时级别 但是4小时级别 同学们你们发现没有 出现了金叉哦 它在布林带的下轨 正在往上轨放下去哦 布林带开口缩小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盘 那情况下哦 就不要操作了哦 整体两仰狗壁 还是会延续 赞扬 震荡哦 你看哦 是不是之前都是像我说的 那种走震荡上扬的 走势 但是在这个波段当中哦 能不能突破0.135就比较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它的中轨哦 现在已经变成0.137了哦 因为黑 DJ的指标已经向上 蜡烛图也是向上 那么中轨不可能不动的哦 因为这是量价关系 它肯定会持着趋势往上走 所以我今天主力为了支撑位 都告诉大家了哦 就是0.137附近哦 如果能突破中轨 它就会把布林带上回去了 然后布林带上回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0.14748附近哦 今天就直接讲一下 主力为的支撑位哦 主力为同学们看到这里哦 0.143 其实14137 其实有0.144哦 这个其实是一个主力位哦 看看能不能突破这个位置哦 如果先突破它的中轨 也就是0.135附近 不应该说0.137附近哦 它就会下一个主力为就是0.144 但是因为趋势是 如果向上的情况下 那么就要上移哦 在主力为是在145附近哦 或者146附近那没那么准确哦 就像我之前说 0.125附近是它的支撑位哦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它不一定会碰到哦 同学们在这个位置哦 0.125附近 它不一定会碰到哦 这是它的强 如果是强主力位 或者强支撑位的话 它们是价格是会触及到的哦 那如果它连这根线连碰都不愿意碰哦 都没有力量去碰的话 就说明这个主力位是 或者说这个支撑位是强支撑位哦 目前今天按这个情况看 好短线级别的同学操作的话 是有一定的回踩的压力 包括是15分钟级别和1小时级别 都有回踩的压力哦 但是在中长线投资的同学哦 只拿就好了 因为你们不需要拨断哦 整体还是上扬的哦 并且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金叉快出现哦 但是这还不能确定哦 同学们并不代表这几根线上窗哦 K值和J值上窗 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往上变成一个金叉 因为它会失会 在特别在币圈哦 它的币价激烈很剧烈的时候 它蜡烛都会瞬间变掉有可能一秒钟就变成十字星了 那这时候呢 它反而会变成一个死叉出来 所以要交易的时候要明确翻向以后 比如说它走出一定的时间段以后哦 这个时候才是你买卖和交易的点哦 好今天其实已经把位和支撑位哦 点位就是支撑位和主力位都告诉大家哦 那我们今天就不分析比特币哦 比特币大差不差哦 基本上也类似 其实比特币基本上哦 你看没有走出我突破我所说的阻力位哦 那么的同学哦 还没进去的同学 当我没有时间做视频的时候哦 可能你们就得不到点位和我对朋友旁边的分享 好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想进我的电报群 目前我们电报群的同学还不多哦 反正到越到后期的门槛越来越高 那目前进群的条件很简单 冷静听哦 订阅我评论区留言给我 告诉我你已经订阅了 我会发链接给你 你就可以录取了哈 拜拜下课 做这么长的事情不容易 我的下巴泪脱灸了 没有你的订阅 就没有我的持续更新 我要衷心的问一句 您订阅我了吗 还没有 那赶紧按一下章鱼老王子频道的订阅按钮 订阅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啊 点赞按一按 视频没白看啊 小声 小声 天山